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今天是嘉宾主持人谭志强 首先多谢昨天打电话来的观众 在互联网留言网友我们也很欢迎 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刘联龙先生被判五年有期导认 但是能否执行得到呢 今天我请到两位嘉宾 第一位是澳门律师 大律师就是石立恩石生 第二位是大律师就是麦庆叶麦生 我们的节目很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 跟我们一起讨论交运意见 电话号码在上面看到了 就是2878-9192 2878-9192 也很欢迎有些知情的网友 透过联花卫星的网站跟我们交流 甚至跟我们爆料的 这些网址都在营光幕上看到的 我们还开通了澳门开港的公众微信号 叫澳门开港call in Macau 不管怎样也好 我们先看看今天澳门的重点新闻 还我100秒先 澳门众联办举行两会精神传达会 众联办主任李刚 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何考华 全国人大常委何一成 全国政协常委杨俊文先后发言 众联办主任李刚在会上指出 本澳在这几年的快速发展当中 有一些新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出现 成为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引诱 他指出当前本澳总体形势较好 国家全面深化改革 为澳门和内地深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更多机遇 开辟了更大的空间 但是同事都要看到起前进的道路上 面临不少挑战和困难 何又成引述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康 向澳区代表团的讲话 希望特区政府好好研究 如何正确处理横琴开发和本澳之间的关系 使之既要符合本澳的发展方向 又要符合广东、珠海和澳门合作的需要 全国政协副主席何考华认为 张德康并非指澳门人不够自信或者无自信 而是需要强化自信 是一国两制在澳门落实的道路正确性 和方向要有自信 戏会上 他到二个人身份表示 因特首崔细安表态愿意连任 他冲心足远崔细安成功连任 海事及水务局称 随着博企在路滕城的发展项目 两三年后逐步建成 路滕城的用水量基本上与澳门半岛相同 政府将支持水公司的投资方案 包括计划在路滕建造新水厂 保障供水 初步计划在石排湾附近密地兴建 水务局也期望今年推出新水价方案 局方将有针对不同用户的讲解会 收集意见 统计期普查局公布 本澳二月份按年通胀5.65% 较一月份按年通胀 放缓0.7个百分点 以年率计二月份通胀5.57% 回落0.04个百分点 统计局指出 二月份通胀仍是主要由外出用线收费 以及住屋租金上调大动 蔬菜价格也上升 很快就回到现场了 欢迎大家收看《莲花卫视》的现场直播互动节目 澳门开港 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 28789192 28789192 我们今天讨论的问题 就是刘联雄先生被判五年有期徒刑 究竟是否执行到呢 网上留言区有一位叫做什么 鸭冲俄的人 他说为什么香港人在澳门犯了法 只要回到香港就没有事 为什么不签引渡条款 我想这件事呢 就要帮回政府了 第一呢 我和香港只是两个特区而已 我们无权签引渡条款的 引渡条款呢 是主权国家之间签订的条款 我们最多只能够签一个 移交协议或者移交条款而已 那另外就说什么呢 这件事很危险 因为不知道两个人的事 他们认识了香港人 在澳门犯了法 只要回到香港 你就吹我不账 那澳门人这么愚蠢 对香港人打开中门 尤其是这么多香港人 你在澳门搵食呢 这个就五千万 那个走六千万 走钱是少 还有很多东西的 澳门政府真是傻 这件事我又要帮一帮政府 其实澳门政府呢 在河口华特首时代 是有签过一份协议的 这个协议的手里面是有的 就是2005年5月20日 澳门特区政府 要香港特区政府签署的 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协议 那协议内容是怎样的呢 我想都是问回专家好些了 我们就问回邪律师先 邪律师能不能介绍一下 移交协议的内容呢 好像主持人谭先生刚才提到 因为澳门特区和香港特区 都是两个特区 也是一个国家的领域范围 不适宜叫做引渡 都是一个移交 其实最主要的规定 都是当然是两地的 有关的刑事的执法的层面 来到对于一些已经判了的被判刑的人士 而这些判刑也都是确定了 那现在刘先生都是一审而已 二审三审都还没完 当然了 都是还没完全确定而已 我也想提一提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 其实对于一些叫做 其实仍然是在审的案件 其实是在处理的 好像这个案件其实我们透过传媒 新闻也都知道 就是被判刑或者被告 是提出了这个上诉的 一般的情况来说 澳门是两审中审的 相信也都有待 判决了之后才知道实际的情况 最终是怎么样的 所以投诉投诉 我觉得是有点不符合事实 太早了 我们不知道 因为但凡有上诉的机制 也都即是说对于下级法院的判决 上级法院是会认真去审核过的 所以可以有不同的结果 反转也都可以违存 也都有机会可以维持原判 或者甚至乎有些情况 可以是发行重审 所以永远都有一个变数 所以对于这个案件 我觉得现在是不适宜去做任何评论的 说回刚才提到的那个 我们主要评论就是移交这个 移交的程序 不要对案件内容 如果我们评论 案件具体内容 就会涉嫌香港叫做妙视法庭 澳门干预事法 都是不对的 还有对大众来说都不好 有一个错觉就是 会对于澳门的司法独立的方面 有一个不好的印象 所以我们相信澳门的法制 澳门的司法方面的独立 程序上当然 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都是不适宜 具体对某一个个案再審 来作任何的评论 说回这个协助的两地的机制 其实大体上来说 都是对于一些被判刑的人士 而这个判决已经是确定的 不可以再提起一般的程序 很大数是终审的 还有在过程里面来说 一定要在想移交那一方 作出一个要求 而且也将相关的一些文件 特别是判刑的判词这方面 也交到另一方 而经由另一方的法院去确认了 然后才可以进行移交犯人的程序 不是像外奥坊间那样说 是吗?墨先生 其实这点我想补充一下 尤其是关于 刚刚石律师说得很对 我也很认同 最近要是有关案件已经确定了 因为其实一个调查程序 最开始 直到一个案件审完 有一个审判阶段 完了之后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执行刑废的阶段 我们应该去到执行刑法的阶段 我们先再谈移交的情况 在移交的情况下 其实正如主持人 阿谭先生刚刚说到 在2005年的时候 澳门和香港特区 已经签了有关移交协议 也好像刚刚石律师那样说 有关移交程序 就是通过请求方和被请求方 而且交一些资料去进行 有一点我想强调一下 就是有关被判刑人 一定要有同意 这才可以 这是其中一个重要要件 所以事实上 因为他仍在打无罪的抗辩 应该就不可能同意 重点是 好像石律师刚刚说 有关案件未确定 未确定 即是审判阶段未完 我们未去到一个执行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时候 是未可以确定 那个执行的情况 其实我们有没有觉得 就是香港的传媒 是误渡了澳门市民 第一 他们经常说 没有这个引渡 于是香港人就可以 因为澳门无法无天 做了事都没有问题 但是有澳门人相信 你会觉得很滑稽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下 其实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典 第449条已经说到 有关判刑的执行力 其实是在澳门整个特区 是有效的 另外一点 就是延伸到什么呢 就是特区与其他地方 所签订的司法互助 以及有关移交协议里面 即是互惠原则的地区 都会有效的 并不是好像这样说 完全没有 其实为什么 我以前是跑过黄朗遗案的 黄朗遗案 黄朗遗案大概 都十六七年前 即是回归前发生的 就是有一个湖南大圈邦的首领 就在九龙堂某卡拉OK 就刮了胡怨方几巴 于是就被一批人 暴击 送到九龙的官堂 结果几个暴击 揚言一定报复 结果暴击了几位小孩 就想想想说 你反驳我死定了 于是四个人就说了 就冲入联合院急诊部的病房 就乱枪中打死 然后抽签抽到其中一个人 你全都背了 躲在澳门某酒店那里 就由上面 他们的帮主级人马 就跟警方说了 然后说了 他就乖家由澳门的警察 就把这位重罪的涉嫌人 就送到上水浴船上面 就交给了香港的刑警 那澳门过去是有这种方法的 但是当然中间的程序 怎样都要过一过法院 就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就是香港的传媒这么说 他们那些人 就是我怀疑 写了新闻的那些 那些 那些不关记者的事 因为记者通过资钱 没判过这个案 但是起码你 当年 见过这个案 或者看过这个案 的编辑 都应该懂得改 因为你见过 真是移交过 我顺便提一提 其实在当时澳门政府时代 其实远到1977年 其实已经是有引渡的 这方面有关相关的规定 包括英国和澳门之间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写老门人 我觉得有点是道听途说 还有因为这个说法 在新闻可能的价值是比较大 所以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誤道的成分 应该是老作 不知是误道 这根本是消架消息 因为2005年都签了这个 我说一说内容 我拿到内文的 这个名字叫移交被判刑人的安排协议 有14个条文 那条文当然内容包括第一个定义 第二个一般原则 第三个就是移交联络机关 第四个就是被移交刑人的条件 第五个就是移交被刑人的程序 第六个就是有关管轄权保留的规定 即是怎样呢 我可以移交也可以不移交 就是这些事情 第七个就是关于执行刑罚的程序 第八个就是跟其他国家或地区 面临的过境问题 你看看 第九条 第十条就是关于现在被判人 民主议员要费用的负担问题 第十一条就是协议生效时间 第十二条就是对这些协议适用生效 前已执行刑罚案件的问题的规定 十三、十四条就是分别对单方面停止协定 协定增专解决的有关规定 真是很清楚的 就是为什么 不单止就是 香港报纸公布说 对澳门成文法无知 我都可憐 那为什么澳门传媒好像没什么怎么说 真的 就是大报纸 电台电视好像 都没有人出来辩驳 或者帮政府澄清一下 政府官员正常来说 作为总检察院或者 警察总长都应该来说一下才对的 香港铺天外地 你看到 上星期判刑开始到现在 都说到好像香港人澳门犯法 只要我十年内不回澳门就没有事 就没有负了 就是 严重侮辱澳门 譚先生在这里我想说一说 其实他说的刑罚时间 比如十年后、十五年后 我们不应该一概而论 因为本身澳门的 刑罚的规范 追溯时候和刑罚的执行时候 有一个中止和中断的情况 并不是可以这麽概括一次过 连续计算 理论上可以是这样说的 但你中间还有很多枝节 其实法律里面 已经有一个规范在这里 是啊 完全我觉得 不过很惨就是 香港人不断打澳门 澳门就不能出来澄清 我们有一位市民是林生在线 林生 你好 你有什麽意见 有什麽问题 问律师 先说明 不要对太具体的案件内 我刚刚想问一个问题 刚才现在两位大律师在这里 我想问 如果譬如我是 作为一个被澳门判有罪的人 我身在香港 那如果澳门政府引导我回澳门十年 不要引导要移交 要移交澳门来十年的话 是不是必须我本人同意 石先生 提了 刚才律师也提了 就是 那你说我会不会同意 那不可能 那就是 那就是没得移交 就这麽简单 就说了 已经问题解决了 是不是 是啊 是吧 那所以 所以 所以刚才那麽多的言论 包括两位大律师 包括主持人 当然了 彭博士你比我学养高很多 但是 其实香港传媒 不是一面铺 或者叫做断章取义 所以他将实际情况 引伸出来 就是说 加上个人的那个意愿 在那裡 因为你虽然有这个引导 或者移交 这个这样的所谓法例 但是他最主要的开宗明义 就是说一定要被移交人同意 因为如果被移交人有着数 当然同意 大家摆明现在是没有着数 那当然就不会同意 不会同意的情况之下 就等于是没有得移交 没有得移交 等于就是 站在那裡 法例不健全呢 可以修改的 最主要就是 担心什么呢 担心不健全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帮他投资抹品 而是掩耳到零 最怕是这件事 居这个特首 不是澳门特区 那个法律最高领导人 那么多年的 陈丽敏女士 我很希望他听到就是说 法律不健全 可以修改 但千万不要 掩耳到零 我的意见是这么多 留给你 多谢 我们还有第二位的 听众的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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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你有什么意见 要问我们的律师 或者自己要发挥的 蛤 你对这些有关 司法移交的 其实有什么意见 我想问一下两位律师 我有点不明白 今次呢 法院判了 判了刘廉龙和罗杰成 有罪的 为什么都不用在我监 骚扰法外呢 令市民呢 真的很气愤 就是一个富翁市民 这么犯罪呢 就不用坐牢呢 而是做了十多年 法律师的陈黎敏 是有没有责任的呢 我们都不明白 做第二呢 樓师长说 起庸不难找地 现在这么难找地 明知机场断练的五福九地 涉甲康库的官司 还顶着的菲尔说 在七八福九地 给刘廉龙 起庸宅 是贱家匹地的 那这些奸商 起庸宅 那刘师长说 还说合战合女合法 是吧 那你刚不刚才这么说 我又不是很明白 今次港澳两帝的市民呢 都真的很气愤 如果有中企委王岐山 都管不到港澳两帝 坎父的问题呢 真是各十年市民呢 很难伸张战气 虽然港澳两帝 实之一国两制 但是反拉夫呢 只有一国而已 没有两制 希望中央呢 关注一下这些事 回复回港澳市民的信心 请两位律师 给一些意见我呢 好 那这样吧 我首先 讲讲我的看法先 那如果有什么 麦律师都可以补充一下 那对于第一位 林先生刚才提到的呢 那我们讲的呢 就是说其实 按照两地 即是香港和澳门 这个叫做移交犯人的协议 那当然 其中一个因素 一个最重要的 决定性的呢 就是当事人 即这个犯人 他同意 那当然同意 和不同意 那当然是他自己本身 去考虑他实际情况 来到去决定的 那但是呢 是否说完全没有负 我的角度 我的看法也不是 就是大家都忘记了 其实呢 在这个机制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国际刑警的 简单说就是 Interpol 国际刑警的 在关于这方面的移交犯人 这个已经 其实跨域了 以及已经是国际性的层面 应该是严重罪行 就是贩毒、洗黑钱 这些呢 是可以现在的 那反而当然 在类似的个案里面来说 我觉得值得思考的 我也都曾经有想过 就是说 其实现在两岸四地的 那个关系越来越密切 是的 大大小小的罪案 有机会会发生 而有关的犯人 会在这几个领域上 去漏洞 那在这个层面 是否适宜 就透过这几个相关的负责的部门 去想一个机制 使得将现在现有的机制 能够更完善化它 使得能够在那个 日后这些情况 好像给市民有个感觉 就说 审判完 跟着都没有负 这样 我个人的看法 就不是那么 好像一般市民大众的看法 至于另外 关于你说 法律是否完善 那样 刚才默律师也提过 就是 其实 在这些犯人的 个案里面 其实已经是 超越了 審判 和判决的层面 包括已经是上诉以外 已经是一个 确定性的判决 现在呢 只是会面对是一个 执法的层面 就是执行刑罚的层面 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那 在这个角度说 我觉得 都会 应该是一个 透过这些 尤其是最近这个案件 去给 当然特区政府 和其他的 我们邻近的 内地 台湾 香港 去想一想在这方面 加强协议 机制方面的一个规定 至于 去到最终 怎样呢 大家也不可以忘记 就算有些国家 有引渡的 规定 参与了这些 引渡的 多边协议 的机制 其实有一件事 一个精神 或者一个原则 也都要符合 就是一方面要 保障 这个被 这个犯人 他本身 这个 过往是被 审判的过程 他的 权利 能够 有机会去行使 以及 有些人权方面的 保障方面的原则 所以 你问他 是否他愿意 你问他当然不愿意 其实这里也是因为 这个 本身 维护人权的精神 来到去 有这样的规定 是的 如果说一说我的意见 其实我都 对有石律师说的 意见 都是大部分都认同的 尤其是 其实 第二个观众带来的时候 有说到 那个法律 譬如 犯了犯 不用坐牢 其实不是犯了犯 不用坐牢 其实法律 本身有一个制度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尊重法律 有一个法治的精神 而且法律本身就是为了 一个行为的指标 对这个判刑 是对社会上面的 有达到一个 一般预防和特别预防的效果 至于 是否能够行到 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 例如 你刚才提到 第一位听众的带我来 应该要加一些法律 应该要反思 这部分 我觉得 其实法律 是会除了社会的发展 去改变的 亦都要去符合社会的 发展的需要 我觉得这部分 是可以的 不过 有一点我们要知道 和和市民谈一谈的 就是 因为 签计多边协议 或者进行研究 现在的时候 我们要考虑几件事 尤其是国际上 通常都要考虑几个原则 石律师刚刚提到 就是本身被判人的意愿 还有第二件事 就是说 会不会这个犯罪在两边的地区 跨域 都是同一犯罪 如果是的 那我们才可以移交 又或者某些地方是有死刑 另外被请求方是没有死刑的时候 在这些情况下 国际社会都不会进行移交 或者去签订协议 这方面 我想大家都要考虑一下 回到现场 石律师有些东西 石先生 我只是想补充几句简单 刚才陈女士提到 关于一些批地的问题 也跟刚才提到案件有关 我只想提一提 就是因为 虽然特区政府宣告了 这些批地的转批级无效 那个转让 但是呢 其实有关的当事人的权力人 是向法院提起了上诉 其实呢 我个人的看法 当然 这是刑事的部分的判决 如果将来在上诉完了之后 其实呢 他的结果 当然会对于这个行政上诉的层面 会有直接的影响 因为外国也是 首先是判刑完刑事之后 然后民事方面才根据刑事的最终审判 来考量应该怎么判的 因为如果前面刑事没有罪 后面民事就应该还回地给他 如果刑事有罪 那怎样量刑法呢 政府收回要補多少钱 或者诸如此 是另一个想法的 不过不管怎样好 澄清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我们线上还有位罗生的 罗生 罗生 你好 你好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律师 或者自己要发表呢 我想问两位律师呢 如果是 如果是香港的普通市民 澳门 可不可以要求的呢 警方协作带回澳门呢 就去審案 是嫌犯呢 要是以判刑先 以判刑 现在是判刑了嘛 两位孙子 不是不是 是未最终判刑 现在只是初审判刑而已 他只是初审判刑而已 但是你是否可以 叫警方协作来 过来 听听听 成的成的 但都不过来 那就可以了 我现在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了 就是现在你问初审判决 有罪的香港人 能不能够澳门警方 或者澳门有关当局 将他移交 向香港要求移交 不是移交 是警方协作 过来澳门 整个这件事情 就是将他 协作 将他带来澳门上庭 是吧 是的 那请问石律师 其实基本上 石律师 我想问一问 石律师 如果澳门人 反过来 是香港发了事的 如是香港可以 是否可以令澳门这个政府 协作式带过去 同样是一个普通市民 不要说他是有钱人 不要说那些 富商 官员那些 反过来说 澳门人 反过来说 可否反过来说 那些东西 简单说 我没有什么打字 你先等石律师先解释 我基本上大概明白你的意思 其实 无论在哪一边犯罪 其实你带出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人 他还是一个严犯 即是被审讯的阶段 其实涉及的权利 就是说 他自己 到不到庭 接不接受这个审讯的过程 他要不去参与 那其实呢 我不是很了解香港法律的规定 但是呢 相信原则上都是一样 就是说 那个被告呢 其实他自己有权选择 他出不出庭 来到去参与这个审讯的过程 所以呢 原则上呢 就不可以透过警方 就一定要将某个人 他走去对方那里 带他过来 是一定要他强制去接受审讯的 其实呢 澳门的刑事诉讼法电里面 也都有规定 如果当这个当事人 他选择不出庭的 是怎样的 甚至乎他可以将他的议员表示 或者他不表示 只是走去 在法律上 这也是一个基本上 人权的问题 罗先生 你有没有注意到前面几庭 罗杰成有过来的 不过最后宣判就没有来 所以他是自选过来的 不是啦 你都未宣判 大家就过来啦 他香港的律师 也都会跟他说 你又几成 赢 几成输 你自己心里有数 是的 只有六 只有四成 是没有事的 我不过来啦 反正都是这样 而且你觉得十几年之后 都没有事 不拖就拖 是这样的 澳门人永远就是 法律 官员 如果你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你有没有其他问题 就给下一个 问一下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人打电话 又来啦 好 謝先生 余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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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问题 我想跟律师谈两句 好 之前我就想先说一个问题 嗯 对于整件事件到现在为止 终结了第一个审 就用一个很遗憾 这个政府 很失望 嗯 这些法律 因为为什么呢 你明白一件事情 你好像你香港那样 你做错了一件什么坏事都好 或者是触入法律都好 无论在大陆或国外都好 他释议或者引渡 或者移交 他跟警方 他才进入了一个 调查的阶段 然后才到律政署 是吧 是 然后才上庭 但问题是说 我们澳门呢 就不是的 跟他量身并做先 搞定了 终于别人就过来坐牢 是吧 搞不搞事啊 是不是 不是 你这个量身并定度 是指什么 就是说 我们觉得呢 我想问一下律师一句 就说 我们澳门家 是不是没有这个能力 他跟 港方那边的合作呢 他将这个人 现在不来澳门 这里呢 那是律师答了 这个问题 先让律师答 余先生 我的看法呢 就不是说 有没有能力的问题 因为呢 当然呢 我们可以用一个很高压的手段 嗯 就是说 大家去定好一个双边的协议 但凡所有在你对方犯罪的人呢 我全部接收了 而在走过来澳门的那些 我全部拥过香港 但是如果真的这样定呢 我可以肯定呢 与此同时也有一个很大的声音 就是说 澳门不尊重人权 但凡任何一个人 这个也是一个普世的原则 一个价值 就是说 哪怕是一个人 他多罪大恶极 他怎样犯了作奸犯科 但是他有 一些最起码的 对他的人权的尊重 这个呢 我相信 无论去到哪里 都有这个普世的价值 当然 但是不是代表呢 如生 某个程度上我同意你 不是代表呢 因为这些作奸犯科的人呢 我们就应该要维护他 使他好像现在坊间的感觉 哇 这些完全 審了都没有他扶的 这个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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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走过这个先例出来 是不是 走过这个先例出来 走过这个先例出来呢 今后呢 类似这些案件的人呢 不怕的 我香港人过来澳门 你去搞多些东西 搞得再回香港 当然这个不可以 是不是 不可以有这个 这个问题 我们考虑人权当然要尊重 国际人权 我们一定要尊重它 是不是 但是你犯了法 的呢 凌智宴法呢 这个是你所当然的事 这个当然 所以我都建议 其实呢 在类似这些个案 是一个啟法呢 就是说 应该可以是 思考在现存的机制里面 加大力度 使得 这些机制更多有效 这个 因为呢 就是我们的高官呢 没有决心 没有能力 这样 在你这两个方面上呢 下决心去立例 是不是 这些是值得政府一谈的 我告诉你 值得思考 是啊 所以呢 如果有些问题上 你政府是不是好好思考一下 为什么你的能力去到哪里呢 现在香港人流流前几天发生的案件 人家警方啊 人家警方啊 在东北立刻破案 立刻带回来警方 再带回来警方 我说了另外一件事 我想余先生你说多了 因为那件事搞得太大 中国政府全力配合而已 我想这是另一个问题 好 好 我们找很多电话 是 刘先生 是 譚波士你好 刘先生你有什么意见 有什么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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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谈谈 那欧生判了多久呢 那现在刘先生呢 现在要判了 那已经问题之一了 嗯 那就是已经有问题了 那还有呢 你说没有引渡 那为什么澳门会引渡 早几天有新闻就引渡了 内地就引渡了 我不要引渡 因为是移交的 移交的 移交的 那不是引渡 移交的 那就是澳门和香港 没得移交的 是吗 是有得移交的 不过你现在现行状况 因为还没判完刑的 那还有一件事 那我想问回你了 那如果審一些钱 是不是要 那个 就是 你有没有罪到 是不是要出庭 呃 有权出庭 有权不出庭 那是这样的 等回了 那就是 我说澳门犯了一次 就是可以走到其他地方就可以了 不是啊 这位听众我说一说 那麦律师说 其实你说 这个情况下 主要 刚刚石律师也说过了 那其实出庭呢 本身是他自己的权利 现在出庭可以辩护的 那你再加上呢 如果他本身是非澳门居民呢 那他在审讯前呢 如果签了一个 按照刑事小众法典 第三把十五条的规定 那他呢 就有权 即是他有权 在缺席的情况下 他再出了一个审讯 那其实对他自己来说 也削弱了他自己的辩护权利 那之后我只要解释给大家听 其实澳门有这个规定 所以只要出现 现在你们现在讨论的状况 不是我跟你说 哈哈哈哈 啊 刘先生 其实寸西家的被告都有权 不出庭 那好了 只要你不在那个 法律区域里面的强制执行范围之内 就是譬如你在美国的 总之 中国要你去出庭 你是可以不理他 我说一句 现在根本你这件事 我问回你了 那欧先生坐了那么久 那刘先生现在来審 有什么理由呢 理由呢 那当然跟政治有关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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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来说去 就是他讲完 总之 你是什么人的 就会维护到你的了 我告诉你 我们市民 不要说什么 我问回你律师了 那譬如我收到一张佛法 我有证明 有证明 有证据 有证人 但是他不开心 一定要罚你 什么理由呢 那我问回律师了 还有好像善风 那你说 那你这些事 你说 要市民找律师来 告那个 那个 發展商 建筑商 那你说 那我们什么 我门成什么法例 你说 成什么法例 那李律师你知道的 你说 那个角度呢 我觉得要看具体情况 那原则上 其实是有机制的 可以提出意义的 那另外你说 我说善风呢 虽然是题外话 那其实 我曾经在这个节目提过 其实应该要马上 尽快去提出 你律师都认为要马上 怎么马上 那件事很久了 你还要找些警员 去守住在门口 那是不是真的 多谢刘先生 我们还有杨先生 后面的 欧阳先生 是 谭教授 你好 两位 你要爆一下 两位律师 你好 但是稍后我有一个问题 请问那两位律师 我现在 稍后再问你们 那这十几年呢 我又认为 澳门的法律滞后 真是令到我们现在澳门的尊严 又没有 对吧 威严又没有 我们的司法系统 踐踏到我们澳门 简直是一塌糊涂的了 身为澳门市民感觉 因为很悲哀 是吧 但是我们的法律 就合法了 官商勾结贪污 腐败 他们都合法去贪污的 还不够 合法就不算贪污了 你搞清楚 合法的 他们修改法律 合法只能说 叫利益输送 不算贪污 还不够 还要勾结 外国集团 香港集团 都只能说利益输送 还要偷空我们的澳门 这样呢 我们的市民 已经到来 没有办法忍仇了 是不是 这个地步是隐罗可隐 我们认为的原因 就是做一个法律师师长 陈黎敏 关键的源头 十几年来 什么都不做 留下一些难法 爱他们 没有他有做 有做的 他有做 他拿几个墓地的 都有 我现在有个问题 就请问那两位律师 他们身为律师 我们小市民很多不明白 是吧 那你有什么问题 快点问 那我就问了 现在我说到陈黎敏 那宗十方无地案的贪污案 是不是过了追索期 他是没事的 虽然是吧 为什么判那天 他把底衫衣服走到外国 带上信用卡 等你判了才走回来 那我们小市民 可不可以这样 我首先问你 我的小市民 有没有这么多福利 有没有这么多权利 只是尊重权贵 法律就是用来对付 小市民的 不是用来对付权贵的 不是 欧阳先生 好像跑了大 我们今天不是 我们今天不是谈讨陈思想 那些案 是 如他有关的 这些法律流动 就造成今天这么痛苦 明白吗 我请问一下他们 我们的小市民 可不可以 衰竹一样 很快就回到现场了 我们很欢迎大家 打电话进来 电话在盈光幕上 2878-9192 2878-9192 2878-9192 现在我们线上还有何生 何生 是 你有什么意见 或有什么要问律师 你好 谭博士 西兰 西兵 马尔 西兵 我觉得澳门 这件事 真的是 那次法院判决 那段证据是确证的 這個香港商人劉元宏和羅潔成 簡直把澳門的法院當作一種小儀科 看不醉眼淚又當作無道 這樣是不是有錢帶曬呢 無法無天 澳門的市民對政府的法律 落後、制號是感到失望和痛心的 因為一國兩制下 澳門政府應該要更加對這些行慨、貪污成之於法 為什麼完全沒有了尊嚴 沒有他們的符合 現在他們不過內 那是不是我們一般市民行不行呢 是不是他們有錢是否可以得到呢 不是一般市民都可以不過來的香港 哦 這樣啊 是啊 這樣就不介意澳門這麼多貪污 蛇鼠一窝 這樣搞法 我希望澳門下一屆的政府和官員 真的要反省 要多些 搞好這個法律的建範 使這個法律人人平等 就是有些商人議員都在立法上說 不要搞那麼多政策 金魚缸那些水都搞事 那些魚都搞事 喂 澳門如果沒有政策沒有制度不行的 大哥 要有問責制才是震步的嘛 社會 你說這樣說法是不是 我們很失望對那些議員有些 是吧 就是部分商人不是全部議員 是吧 我相信大多數都是講真話的 是為移民為本的 但是有些記得的利益呢 說那些說話呢 是完全掉轉來講的 你知不知 真的很失望對我們澳門 今時今日的政府完全是 沒有做到一些好的 變成我們市民有個信心 真是很失望的 怎麼搞呢 現在真是以後 因為台灣都不信你 現在民政黨你知不知 一看你一國兩隻要搞到一塌糊塗 不是 台灣很喜歡一國兩隻一塌糊塗的 真的不行 台灣那些政客 特別是學生 現在每天都在立法院門口 是的 你說 今天香港明日台灣 它影響很大的 現在這件案 如果我都希望呢 那些 新華社或者那些中聯辦 反映一些意見 澳門現在這樣搞法呢 不單是影響我們 做國統一 台灣 其實這樣搞法呢 真是 你澳門搞到這樣 完全都不像樣 反面教材 喂 你不要以為 不關懈你一國兩制 你是澳人之澳 你變得你搞成這樣 那現在是澳人之澳 你變得商人之澳 你知不知 譚博士 不是 他們都是澳人 先說明 你不能夠否認 他都是澳人的基本人權 我的市民都沒有信心 何況其他人 對澳民有信心 說不定他們在做好事呢 是 說一套做一套 好事就是叫台灣不要回歸 他們現在那些人 每天都說外國外澳 他背後叫會金錢 會叫這個土地 好多謝你 韓先生 你的電話太多了 我們下一個是 陳先生 在阿長的線上 陳先生 你有什麼問題要說 或者是要問這兩個律師 好啊 譚博士 是 有些說 首先第一 你剛才說那個利益輸送 那個 第一本法第一百三十二橋 就是跟澳門那些團體 來量身訂造的 是啊 第二樣你說傳媒 港澳傳媒 現在港澳傳媒 大部分有公信力嗎 澳門大部分 香港還有幾份有公信力的 是啊 澳門起碼還有一兩份 是啊 不過就銷量差一點 我告訴你 澳門就護主 嗯 香港就嘩眾取寵 嗯 怎麼有公信力啊 那說完這兩樣呢 我就說回我今天想 提問問一問 兩位律師那個問題了 就是呢 我就讀得書少 但是我在圖書館 我看過一段 他說呢 就反洗黑錢的 嗯 那個簽約國的主權國 和那個城市 或者法律獨立的城市 當他們大家有簽約的時候 他們A的簽約 替約國 替約地方 有權EB的替約地方 將他的市民 因為他是洗黑錢 將他的市民 第二屆過來 A地方受審的 我就不知道這個問題 我看得通 看那個法律程 那些書 我看得對不對 所以希望 兩位律師 你給少許解釋給我聽 讓我 讓我茅失頓開 麻煩兩位 阿錫生才說 阿錫生 阿錫生 當然呢 我 我聽到你的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 你提及到是哪一方面的 那只是提及到 關於反洗黑錢方面 其實我們的節目 由開始到現在 其實有個概念 我覺得都要搞清楚 就是說 其實在澳門犯罪犯法 其實經審判之後 是否完全沒有他扶 等於沒有判決過 沒有審判過 我覺得我不是這樣的看法 剛才也提到 其實澳門和香港是有移交的機制的 那麼這個移交的機制 是不是很充足呢 是不是很有效呢 這是我剛才提到的 其實值得大家去思考 去什麼 那不要說 反洗黑錢 或者這些 性質的犯罪 這些可能 甚至不是跨域 而是跨國 而是國際性的 但是只不過 在這些機制方面 能夠加大它的力度 使它能夠真正發揮它的作用 的同時 因為有一定程度上的製造 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說 在這個 國際普世價值 有些人權方面的 這方面的保障 是一定要 一定維護的 我在這裡 只是想提一件事 就是說 在這些被判刑的人士 這些犯人 其實 大家每一位觀眾 自己都會想想 其實就算 好像 剛才提到的 假設真的 可以去到一個地方 他是 沒有機會被引導的 或者 怎樣說呢 其實 如果你是作為一個犯人 被判刑 你是逃犯 我相信 你自己 就算你良心 你逃得過 我相信 你每一天的生活 其實都挺辛苦 你看到 英國油包火車案 逃去巴西 結果 那三十年幾乎如坐針尖 反而 抓到那幾個判員 竟然出來 還笑笑 是英國好處好處 他拿著幾千萬英鎊 現在巴西又被人勒索 打劫 謀殺 老婆離婚 反而做逃犯 可能比坐監坐幾年更辛苦 所以我當然 我也同意 今天很多觀眾提到的 在這方面 應該要 特區政府要 加大力度去看 如何將這個機制 完善一些 有效一些 這個我完全是同意的 也都 相信是 配合到 大眾市民 對一些 在澳門犯了罪的 被判刑的人士的 一個 他們的期待 希望他們得到 有關的懲罰 懲罰 或者這方面 補充 剛剛各位聽眾說到 如何驅逐出境 然後再移駕 其實這個是 我們有時看報紙 看到有些犯人 去了某些地方 還未審判 他們已經帶回來 澳門 或者帶回來香港 其實 很老實說 他們是一個 以我們所知 他們是屬於一個 將他驅逐 離開境內 剛好 在那個境 離境的時候 就會有另一個 政府的人員 或者執法部門 去接收 但是 在這裏 我們會考慮到 什麼呢 其實我們應該 反思一下 究竟現在 需不需要 加強一下法律 依據這個方法 做法 做得對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在他們現在的做法裏 給一個法律的依據 去支持他們所做的方法 是對的 我想表達的就是這個 其實澳門過去發生 發生的一種 嚴重影響澳門旅遊形象案 就叫深圳原野公司 彭建東案 彭建東在澳門某酒店住 突然晚上 有幾個蒲國警察 逮捕他去 然後問了幾個宗教 簽了一張 然後就扔了他去珠海 珠海就拘捕了他去深圳 判了十五年 結果就搞到澳門整個形象臭了 那是不是大家很希望這樣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來的 其實當時澳門 是將他驅逐了珠海 但是珠海有大陸的公安捉了他去深圳 其實問題是出了深圳的 但問題就是 所以坦白說 剛剛市民提到的其中一個情況 就是 最好有一個法律依據去支持他的做法 因為事實上 也有試過澳門 是戒了一些台灣的嫌犯 就回台灣 但是仍然是 將他驅逐到台灣 某航空公司的飛機那裡 然後在飛機裡面 就是台灣的刑警接他走的 但是也有這樣的案例 但是這個案例 只能偶一為之 如果經常都這樣做的話 那誰敢來澳門旅遊 我想還有一些黃先生在線 黃先生 黃先生 反正 我覺得有時候 這方面真的要怎麼拿平衡點 很頭銀 你如果完全被人消遙法外 那澳門就沒有染雞籠了 但是如果你搞得太過激進 就整天都趕回大陸 然後一回來就捉到打靶 那沒有人敢來澳門 正如剛才麥律師提到的 其實因為要有一個法律的框架 一個基礎 這個基礎 都幾 怎樣說呢 幾微妙 一方面要符合國際的標準 人權方面的尊重 犯人的權利的行使方面 第二方面又要突顯到 司法方面的判決 能夠執行到 這裡要找一個法律上的基礎 在這裡我只是覺得 就是在任何的這些個案裡面 當然市民期待 就希望能夠見到被判刑的人 能夠要復刑 但是走回頭也說 大家要在這個基礎上 要找到一個 不像剛才提到的一些 只是把責任推出去給對方 而不符合這個 一些叫做人權價值的制度 這裡有很大問題 因為澳門始終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有澳門的司法制度 而在這裡 所以為什麼香港的公信力 比其他地區更大呢 就是因為司法制度的獨立性 相對上是比較高很多 現在香港就是 一般市民最信就是法官 立法會議員也不信 特首也不信 他們方面這方面很多 那麥律師有沒有補償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 就算立法好 簽這個什麼協議都好 其實最主要有一樣東西 我們都要考慮就是 取得那個平衡 是社會上 應該這樣普遍人 對某些問題的價值觀 的看法要取得平衡 就不可以 就一個個案 一個個案 去偏袒 或者去傾斜 去某一邊的時候 這樣是未必很正常 或者法律運作得很好 或者沒有辦法很普遍地反映到 其實社會上真正的需要嗎 所以其實我想說 最重要是一個平衡點 其實我跟你說 我看澳門市裏 第一個個案 武派的執法 是1843年的 香港開埠 有幾個英兵 走來澳門 看那個聖像出遊 恥笑聖像 就抓去現在噴水池市政廳 下面兩個監獄制 都混了 混了其中一個還是兩個 反正 結果英國人 就是狼到怎樣 走來劫獄 在劫獄過程 還打死了蒲警 但是問題是 這些人回到香港 澳門都沒有辦法執法 為什麼呢 當時全世界最強大就是英軍 海軍又打贏你 陸軍又打贏你 你怎麼執法呢 現在我覺得澳門 在這些問題上 不是我們不想執法 而是我們執法的能力 是相對上薄弱的 你要真的 要叫香港給人 是有事實上困難的 而且坦先生 剛剛也經常說 同一個問題就是 你執法也有法可依 我們需要是法律的依據 所以我覺得 在這方面 我們也需要思考一下 剛剛還有探問一分鐘 阿赤律師做個總結 簡單的總結 其實整體上 今天所有觀眾 都是持一個失望 和在信心方面的層面的問題 我覺得 其實我們不希望 見到台灣 如果這麼亂 我們都應該維持 我們法治社會的基礎 當然 我也同意 市民應該多點發聲 多點提意見 做好一些善意 和建設性的意見 我仍然保持一句說話 人在做天在汗 很感謝兩位律師 你今天參加我們的節目 我們下星期 講的題目就是 賭場中場禁煙 但貴金廳就不用禁煙 你有什麼要啟發呢 多謝各位 準時收看澳門開網 拜拜